像太陽光芒 萬丈光芒 好像布袋吸收 水氣千屌 就是這樣子 就是好的卵子 那好的卵子是不是也代表 好的卵子通常是意味著成功的開始 所以我們在座視管音樂如果看到這好的卵子 我們常常有計劃形容就是說 卵子決定一切 如果有好的卵子大概這樣就在基於我希望 你如果拿到卵子都有一點degeneration 就是退化 尤其是卵子裡面的中間有空泡 或者是說它的卵殼比較厚 或是卵殼跟那個卵子中間的那個space很大很寬 那通常我們就知道說不行 我們看一下VCR 那果真沒有辦法像我們之前第一第二個案例 不得不借卵子的話 目前的人工證書真的是很煩 就是又要試親 對 要借卵子 又要前四親等又要去法院公證 所以還是一句老話啦 要先探照不要弄到要借卵子 有時候去做這樣的申請的手續 反而好像會弄到好像大家都知道的感覺 我的病人就是有人就單純這個四親等他就不想生 就是說那這樣豈不是負責事務所的人知道 我們要借卵子借精子 對 就真的有這樣的病人喔 就是說他覺得面子很重要 那不過我現在我都會聰明了 我們現在會教病人就是說 因為他只要填寄裡面的四親等資料 所以你這張不一定要給負責事務所 因為這個一張亮出來 負責事務所就知道你要幹嘛 但是衛生署他只要說你把那個資料填好就好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名字 比如說蔡某某生分證 那我要申請子戶增子戶高子戶 他有他的親死 那你就把這些親死的名字 我要這些人的資料給給我 那負責事務所也許搞不好以為 你是一個學者你要畫你們家的族譜 他就給你了 因為這是一個附近宿所必要提供你的服務 當然他每一頁一張二十塊錢 所以你這樣一疊可能要花四百塊到五百塊 那你拿過來之後就把他 剛才那個控口填一填 腳掉一頁就可以了 所以四親人現在有一些 比較不傷顏面的一個做法 我們看下段VCR 好 那開招就是生長激素 有的病人 尤其四十歲以上 卵子取卵是不好的 可能做四管嬰兒成功率很低 那有一個研究報告說 有的生長激素可以提到 他的獲展率增加到百分之 從百分之六提升到百分之二十六 那這個是很厲害的 那這個是在懷孕當中去打嗎 做四管嬰兒取卵前打的 取卵前打 他的機制就是說 他希望扭轉卵子的值 就是改變他的值 他沒辦法改變量 是 就是說這個卵子可能 因為年紀比較品質不好 那我要跟他打個生長激素 來增加卵子裡面的立腺體 所以在牛的研究方面發現說 這個牛在打完生長激素之後 把卵子起床發現說 這個他的立腺體的數量增加 那我們知道卵子的生命力 就是在立腺體 所以立腺體越多 卵子越有活力 他的懷孕力也高 對所以 這有點像是 立腺體就有點像 我們那個鎖電筒那個電池 電池越多顆越亮 所以如果說當你的卵子 為什麼說 你人的卵子 為什麼說懷孕力 因為好像一個鎖電筒 那個電池奄奄一息 就是不得 用久了沒電了 就是一閃一閃 所以一次就有人想說 那這樣子很簡單 我把年輕女子的卵子的細胞子 趕快灌進去 那這個是目前 大概台灣是違法 那有人說 那很簡單 我把 剛才卵子外面不是很多顆粒細胞嗎 我把那個顆粒細胞裡面的立腺體 離心出來把它灌到卵子 這叫MIT 就是立腺體的灌製法 那這個是我們台灣發明的 就是MIT是MIT 第二個MIT是台灣製造 MIT這個技術是台灣製造的 MIT是MIT 那這是一個新的一個技巧 就是說 我用自己的顆粒細胞的 自己的卵子裡面的顆粒細胞 去救我的卵子 這是可行的 結果有點像是 大家應該看過慈激太后這個連續劇 慈激太后老老的 快要垂垂老矣 旁邊一大堆 年輕的灰子在那邊剃腱子 精力旺盛 然後把這些灰子的活力灌制到慈激太后 要讓它環老環童 可以這樣說 那這是可行的 那我們再看看VCR 好 那這是一個新的飾管嬰兒療程 就是說 我讓病人打了很多的針 可是卵子只有起一顆兩顆高齡的 那打針也是一顆 那我乾脆不打針 總可以嘛 所以這叫做免打針飾管嬰兒 實稱自然飾管 所謂自然飾管或是免打針飾管嬰兒 就是高齡 大概可以起到一顆 那這目的就是省錢 因為它可能花了好幾萬塊去打針 就起兩顆 那我就不打針取一顆 反正它的成功率一顆兩顆一樣嘛 那就不要打針 那這種免打針的飾管嬰兒 可以把它以前可能會 十幾二十萬的飾管嬰兒的費用 刷一下刷到五萬 就是它可以少很多 花在排卵症的費用 節省下來 然後飾管嬰兒多做幾次 這是高齡不孕症 如果想要省錢的話 對 然後想要用自己卵子 一次再次的一個變通報 你如果說二十萬做一次飾管嬰兒 那你不如用五萬做飾管嬰兒做四次 但是這樣時間會不會去delay到 可是你有四次的卵子子的成功率 會比 一次 你只有 大概只有你打很多針兩顆卵子 跟你不做自然飾管 用一顆卵子去做四次 應該是免打針飾管嬰兒 這個四次成功率是優移 你打針一次 因為你值日才一次 我值日四次 所以免打針飾管嬰兒的好處有兩個 一個就是說省了一大筆錢 從十幾萬的飾管嬰兒的費用少到五萬 第二個就是說 你打很多針病人痛死了 那你乾脆不打針 因為打針不打針結局都是一樣 都是兩顆跟一顆這樣子有什麼好針的 那就不打針總可以 所以免打針飾管嬰兒如果是高齡的話 我是蠻鼓勵的 因為可以讓病人省很多錢 五萬塊做飾管嬰兒真的是划算 但是這個前提就是說 還可以用自己的端子 對 所以你如果在網路上查說 免打針飾管嬰兒也好 自然飾管嬰兒也好 ANIVF也好 那個這個都是講這件事情 就是說 吃個怕要就是取軟 便宜 然後成功率又不會受影響 可以這樣說 好處多多 大概你看五萬不到就可以做飾管 真的是超便宜 那我們看下一段VCR 好 那我們說做高齡 如果說今天你被迫要去做飾管 高齡大概就是不是自己做飾管 就是拿病人的卵子做飾管 總之就是高齡就比較少人 在自然通往或人中射擊 那這個時候 勢必要進開道去取軟 那病人會問說 啊 取軟危險嗎 安全嗎 取軟是一個簡單手術 迅速方便 相對而言它也是一個安全的 要取軟 取軟要發生危險機率不大 是 大家可以放心 碰到極少數 極少數 因為它臨血功能不好的內出血 或者是說感染 發燒 這樣機率很低 對 對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下一段的VCR 對 VCR都還蠻精彩的 是 公證 那這個病人以為說 啊 我公證是不是要到法院不必 現在有一些民間的律師 他有公證的資格 他就可以幫你公證 那我們怎麼樣去問說 欸 律師有沒有這種資格 你可以上網去查 像我們醫院有一個合作的郭律師 他就住在 那個我們醫院 就火車站後面 其實修路上面很方便 變成就搭個經車過去 外線四個 那公證這個精神 它是公證什麼東西 它是公證 衛生署給你的同意書 人工生子同意書 所謂公證的法律精神就是說 欸 你要做肩卵 你要借卵子來生孩子 那衛生署會給你說 借卵子生孩子的話 還是有可能先天性畸形 還是可能外孕 還是有可能胎死腹中 還是有可能做四管醫院失敗 這些不好的先 我們先 還沒做四管醫院之前 還沒接完之前 我先跟你講再先 嗯嗯 要跟這個病人講清楚 對 那你要概括承受 那這個由法院來幫你做 幫醫院背書 就是說這個病人已經完全知道 你接受這樣的一個結果 所以這個是 就是說要釐清一些責任 對 因為借卵子跟借精子 做四管嬰兒 跟用自己的精子卵子做四管嬰兒 在病人的感受不一樣 用自己的卵子精子做四管嬰兒 小孩子生出來 比如說有異常 他就說 這是我的自己的精子卵子 我們台灣的話就是自己的腫 是 那有問題的話他就 有時候鼻子摸一摸 或者是說 特別萬壇 可是如果借卵子借精子的話 他們如果有先進去激情 他們可能第一個反應就是說 你們是不是醫院跟我們篩檢不好 拿一些有的沒的精子來 品質不好的精卵 那我們知道這些精子借卵子 在台灣地區都是要 政府都有把關 醫院要把關要經過檢查 遺傳病染色體 傳染病都有檢查過 那這樣的情況下 你正常的精子 正常的卵子 還是有可能產生畸形的兒子 因為這是受精 懷孕一定的所謂的不良率 照工廠的流程來說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你必須要曉得 任何人類的懷孕 任何生物的懷孕 都有它一定比例的不良品 這不良品2% 你要清楚了解 是 好 那麼今天呢 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最後呢 請蔡氏來幫我們做個結論 我們以前常常說 女人事實是一枝花 對 女人事實可能很漂亮 但是 就生意來講 這個女人事實是花不花 所以 女人要生育 一定要趁早 被生要探照 或者的話 你就會屠呼呼呼 失控堕堕了 嗯哼 沒錯 一定要把握這個時間 來做生育的這件事情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蔡醫師 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謝謝蔡醫師 各位晚安 也祝各位心想事成 早日求止成功 是 那在這邊呢 也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下個禮拜同一時間 繼續鎖定 祝你好運節目 我們再會 謝謝 能事實一直發 但是 就生孩子來說 切是女人事實 發不發 因此 女人的年齡 是女人生意最大的噪門 總有一句話要送給你 Messune看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